人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刘理 我们这一期视频是今天凌晨中勾火访谈提到的重点内容的改动概述 主要是它相比PTR的优化以及改动 更详细完整的S4改动的视频我会在开服之前慢慢更新玩 和上一期勾火干活满满毫无尿点不同的是 这一期的勾火访谈又回到了暴雪的传统领域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十字内容是非常少的 还不如事后发的蓝铁的补丁信息量大 赛季玩法更是让人毫无欣喜 这个所谓的铁狼活动是分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宣传片里演示的角色和铁狼在地狱狂操里一起战斗的活动 另外一部分就是造操了第二赛季的吸血鬼狩猎 我们通过跟铁狼互动完成任务获得声望 然后按照声望来解锁屏幕中的这些奖励 目前不清楚的是解锁的这个回火配方 它是不是为赛季专属的独有配方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没有主题了 然后是相比PTR的整体优化环节 首先是材料消耗的整体改进 和上一期视频里新闻稿提到的那样 现在我们的银屋水晶消耗大幅降低了 PTR中占据消耗大头的客影传奇 从70左右的水晶消耗降低到了16个左右 而大肆强化现在是移除了失败几率的 虽然材料的消耗是有小幅上涨 但总体上来说也是让消耗材料大幅降低了 而除了节流之外还有开源 按照设计师的说法 现在水晶的掉落会更多了 而且我们分解传奇装备的时候 除了传奇材料外也能获得银屋水晶 希望这些改动可以让正式服 不会再出现那种不缺高级材料 反而得费心弄银屋水晶的情况 PTR中强力的200级Boss召唤材料 也得到了修正 现在你召唤他们的材料消耗 仅为正常情况下的三倍 而掉率则是正常情况下的五倍 如果不是需求他们掉落的门票 比如说瓦尔森掉落的弹之类的话 最后这些Boss应该是能打200级就都要打200级了 就是不知道非嘟嘟非安解的Boss 稀有暗金的掉率如何了 赛季的璀璨火花的掉落也进行了改动 目前版本我们凑齐四个火花 就能去合成一个自己需求的稀有暗金 而在下个版本中 我们赛季首杀200Boss 完成赛季旅程的铁狼任务 还有击杀超级莉莉丝都会掉落一个火花 通过这个方式 一个三号在赛季里可以获得三枚的低宝火花 之后你再掉一个安头 就可以把它拆掉 做一件稀有暗金了 回火方面也有改动 按照篝火设计师的说法是 强力的回火磁缀 比如说武器的元素伤害 这些都会进行削弱 而表现欠佳的回火磁缀 可能都会得到加强 而坑爹的是 无论篝火还是蓝铁 它都没有提到这些回火的素质变化 所以大部分的磁缀变化 我们得开幅才能看到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 目前范围内的回火磁缀 都被新增了100%的面板素质上限 我们再也没法和PTR一样 把卷须范围堆到400-500 然后一个卷须 把三个屏幕之外的怪给拉过来了 通用方面 比较重点的有以下这些改动 首先是剃刀甲的磁缀变化 让它可以被大师强化 这对所有的经济类玩法 都是很大的加强 其次就是极切的微能的削弱了 这一微能在PTR期间 配合一些回火磁缀 可以轻易的让许多的强力技能 比如野蛮人的钢铁之夫 挑战怒吼 以及法师的火盾 实现无缝的循环 所以这个微能就直接被腰斩 想要无缝以上的技能 难度也变大了许多 然后是鞋子的基底改动 主要是强化了 散避相关的基底 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 攻击减少散避冷却效果 它能让鲜血变身 微能发挥更强的作用 对于附魔传送的法师来说 也是极大的强化 最后是护甲减伤逻辑的改动 在此前的版本中 怪物的等级提升 不仅会增加他们的基础伤害 还会让他们的攻击 无视角色的一部分护甲 在之前的版本中 面对100级的怪物 我们仅需要9000的护甲 就能达成85%减伤 而面对150级的怪物 就需要堆到将近13000的护甲了 在新版本 这一逻辑得到了变化 怪物将不在随等级的提升 获得额外穿甲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在100级时 把护甲堆积到面板 显示有85%的减伤 就能实打实的 获得对应的物理减伤 就是不知道啊 之后100级的角色 还是跟我们现在这样 只需要9000多的护甲 就能达成满额减伤 还是跟暴雪掩饰账户那样 需要15000的护甲 才能满减伤了 我推测应该是前者 那么通用的改动说完了 下面简单说说 各职业的改动情况 野蛮SYPTR表现最出色的沉默玩法 在正式服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这一玩法的强度来源 主要为高频率生成的沉默数量 以及堆积了沉默大小磁缀之后 联动微能的增伤 现在这两个来源都挨刀了 数值方面直接被锁死为了15个 而大小方面 则是因为回火磁缀的上限 被锁了100% 相关微能的沉默生成数量 也都挨刀了 但作为补偿 沉默相关的微能基础伤害 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在48578个回火磁缀的加持之下 正式服的沉默野蛮人强度应该还是不低的 就是构筑的思路需要转变一样 从努力的堆沉默生成和大小 改为努力的堆积沉默的伤害 如果说PTR的沉默是18岁 又大又出很容易卡住的话 那正式服的沉默就跟40岁一样 需要注重质量跟浓度而非大小 除此之外 野蛮人相比PTR的改动就很小了 也就是稍微buff了一下流血的暗精 PTR的流血倒是也能刷个十几亿的伤害 不过流血在日用起来体验是比较差的 得看正式服回火相关的改动和开发了 德鲁伊这边首先是修正了无限叠加的飓风 之后就全是加强了 就包括被动的加强和技能的加强等等 其中收益最大的应该是狼群的优化 提升了他们的血量和重生时间 对于动物园玩法和宠物玩法都是不小的提升 最起码你不会在刷图刷到一半的时候 看见自己身边的小狼全被打死了 PTR中德鲁伊的强度本就不低 装备优秀的疯狼是可以做到 技能速刷200层大明镜 又能6秒打死200级的boss的 虽然凑装备的过程比较辛苦 但成型之后的强度足以让人满意 目前看起来德鲁伊算是透度成功了 死灵法师这边就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PTR中表现最出色的暗影死灵项链惨遭修正 目前不清楚的是这一项链的具体改动 如果改动之后分裂的四个枯萎小球 依旧可以拥有正常枯萎的幸运一击触发的话 那么就还是可以走暗影死灵的老思路 那就是装备尽量多堆幸运一击 然后继续玩 如果小球没有触发幸运的话 这个项链就废了 暗影死灵的强度也会变低很多很多 而令人惊讶的是 无限血雾召唤这个体系 蓝铁跟勾火里居然提都没提 我专门看了一下英文的蓝铁 确实没有对刷CD的夺魂者进行改动 也就是说正式服只要血雾的回火配方还在 就算它的数据被腰斩了 死灵也是能轻松无限血雾的 顶多是相比之前需要多出一条的冷却词条罢了 当然你也不能说召唤死灵 它没有削弱因为暗影法师和骇骨法师都得到了调整 但暗影法师的这个削弱力度是很小的 就算它被砍回原样 我们还能带另外一个分支 那骇骨法师的削弱就纯粹是搞笑了 PTR拉满输出 它丢的骨毛也就几百万 而暗影法师拉满输出之后 它的每次普攻都能达到上千万 更别提这个搞笑的削弱方式 是把法师发射骨毛从概率发射改成六次发射一次 你要知道骇骨法师 它每次攻击都会消耗自己15%的生命值 改完了我招一只法师 它在死之前最多只能丢一次骨毛了 没准还不如你牺牲法师自己丢毛来的输出高 死灵的其他改动就都是小修小补了 也就是支配雕纹的削弱 让鸭子血咏和鸭子骨灵更弱了一些 总的来说 新版本召唤的强度很可能和PTR没有任何区别 到了大后期 你还是可以获得数十亿输出的傀儡 以及廉价的无限血物生存 就算是血物砍了 你也可以用闪避的回火来提坚人 总的来说 跟德鲁伊差不多 算是偷渡小成功 而划分两头 法师就比较惨了 无限火盾的核心威能直接被腰斩了 现在你要无限火盾 可能需要特别极端的装备辞最 才能达成了 冰封球打法的核心按钉项链 也挨了一刀 按照沙耶的说法是 伤害可能只有之前一半了 刷图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但打boss会更麻烦 无缝冰盾的消耗需求 也被翻了一倍 塔拉夏也被暴雪加了一个上限 不过这两个影响到不是特别大 但火焰弹玩法的修正就比较难受了 法师在下个赛季 很可能会处于一个 刷图爽的玩法 他打boss不舒服 打boss强力的玩法 刷图一般的情况 但速刷方面 由于鞋子的改动 配合附魔传送 没准会比之前更强 最后是游侠了 他也算是个暗黑似的职业 在PTR中是高居全职业前五的 而令人难以自信的是正是服游侠也挨刀了 两个防御类威能的削弱 对前期跟PVP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屠兽之邪的削弱 这个押暴游侠的核心加成直接被腰斩了 在PTR中 游侠通关200层秘境的主流思怒 就是通过敏捷和回火辞罪 达成100%的闪避 虽然还是会受到一小部分伤害暴毙 但是这样也算是解决了坚韧的问题 之后就是要么玩元素飞刀 要么玩押暴快射了 现在这两个玩法都招了设计师的主守 不知道正是服的游侠体验会咋样 顺便一提 游侠的新暗金戒指也进行了调整 就这个快速射击变成炸弹的暗金戒指 现在不会再强制要求你贴脸战斗了 暴雪这边也给出了实战的罪笔 基本上是改成了鼠标指哪就能打哪 算是有一些远程游侠的影子了 然后游弹相关的暗金戒指也挨到了 总体来说就是很莫名其妙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会在之后的视频里为你带来更详细完整的 第四赛季改动的流离 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